这一夜,几处烛火通宵达旦,几处春宵苦短,几处辗转思量,不管凡人各自如何忙活,天明依旧暗时到来。 闭着眼睛滚了一滚,话如初很想搂着被子继续睡,昨晚被折腾了大半小,只怕外面的丫头都听到了,幸好他没有留丫头在屋内伺候的习惯,不然也不用见人了。 醒了。 不用看就知道这人心情很好,吃饱喝足了嘛,他理解的,就是他付出的代价大了点,现在全身都是酸的。 翻了个身,不理他,其又神情舒展,虽则没笑,可那好心情是遮也遮不住的。 长臂一览,把人搂进怀里,看他还是紧闭着眼,却控制不住的睫毛颤抖,眼皮底下眼珠子乱转,灵动得一如他睁着眼时,捏了捏他鼻子。 不是说要出门?我们用了早饭就出去。 华如初立刻睁开眼,一咕噜爬起身,啊,洗漱,就知道他在家闷坏了,其又靠着床,看他给自己套了件水绿色的肚兜,那欲遮还漏的模样,像昨晚还未散尽的热情瞬间席卷全身。 避开视线,其又暗暗虚了口气,又不是出场情势的愣头青,他这表现可真说不上好,把身上轻轻紫紫的痕迹都遮住后,话如初把那套纯白的金蝉丝中衣拿出来给其又穿上。 这就是你说的金蝉丝布? 嗯,我让丫头呢给你做了两套,夏天穿这个没那么热。 上手摸了摸,还真是轻薄,又顺又软,穿在身上一点没有憋气的感觉。 怪不得在扬州卖出了天价,挑了件天青色的外山罩上,又把那些个小配饰都带好,配后一步看了看,啊,头发没完。 推着其又到梳妆台前坐定,把头发梳顺了,麻利的给他挽发,便道,我这手艺啊,越来越好了。 这话要别人说这才是赞美,自己说只能是…… 是什么?手艺紧,其又有种头皮都要鲜了的感觉。 若是做几头这么说,就是手艺真的好了。 这还差不多,松了力道,话如初把头发盘好,挑了个金罐树好。 他那里有不少玉石,不如挑几块颜色合适的去给他做几个玉罐,反正他生辰也快到了,就当是生辰礼。 看着镜子里的男人,不是扬州男人的眉目如画,他的五官带着一种伶俐的霸气。 这种霸气隐藏在他淡漠的表象下,一般人只觉得这个人不好接近,绝不会想到这个男人淡漠的外表下绝不是淡漠的性子。 视线下矣,对上男人专注的眼神,茫茫避开,扬声道。 外面的,进来伺候。 门应声而开,云叔领着四个小丫头鱼贯而入。 屋里陌生的气味,正已经知人似的丫头们脸都红了。 再加上昨晚听到的声音,更是头都不敢抬。 看他们的模样,云叔指的让他们去伺候两位主子洗漱,他去收拾床榻。 华如初坐在那里梳妆的时候,其又拿过他的装匣翻了翻。 确定几个匣子里都没有看到紫玉后,就知道他应该还有没摆上台上的装匣了。 他送的那颗紫玉也不在其中。 听太子说,你送的太子妃一顿紫玉尔丁。 嗯,他都特意来给我撑腰了,送他谢礼是应该的。 哦,对了,太子既然说起,可有说太子妃是否喜欢。 没养的饰品,谁会不喜啊,太子说你太败家。 云叔盘记得手一紧,话如初痛呼出声。 孝节恕罪,婢子走神了。 啊,给我揉揉,头发别挽得太紧了,你别太松散就是。 是。 其又默默看了云叔一眼,云叔只觉得背上发凉,手都僵了。 好在他很快就移开了视线,在梳妆台上扫过,便问道。 送了人,你自己还有个用?要不要把那颗紫玉去做的主事啊? 你不觉得败家? 你喜欢就好。 漫不经心的话,反倒显得格外真心。 话如初看向镜子里的自己,笑得很开心。 女人都喜欢听这样的话吗? 她这么和自己说。 那个紫玉先留着备用。 除去那对耳钉,我还有一个坠子和一个钗子。 不过,都太起眼了,我不想用。 说着,拉开梳妆台上没有一点缝隙的暗格。 里面躺着极为精巧的几件首饰,以及那颗她送的紫玉。 收拾妥当,两人去往偏天用膳。 刚坐顶,就听到外头有人来报。 小姐,姑爷,三位姨奶奶前来请安。 话如初脸色还是如常,满心的好心情却瞬间退散。 结果春雨递来的粥,用勺子搅了搅。 请三位姨奶奶先去糖污喝茶吧,我们用了膳就过去。 夫君看这样可好。 这一刻,其佑哪还不知道从昨天到今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 如初这样的人,一旦关了心门,再要撬开何其难? 他这次好不容易才让他软了心房,却没想到那三人会这么早过来。 轻轻松松地坏了他所有的打算。 其佑还来不及答话,外头绿柳已经开口。 伺候大公子和少夫人用膳是妾的本分。 少夫人体恤我等,妾却不该仗着少夫人心善就坏了规矩。 那便进来伺候吧。 话如初笑的如沐春风,在其佑看来,这自然不会是真的毫无芥蒂地欢迎他们,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。 可是,在进来的三人看来,少夫人眉眼寒春地笑,却像是在向他们宣告她的得宠。 原本就被嫉妒占据的心,这会儿更是犯酸犯苦,百般滋味。 凭什么他们在那儿苦等,却不见良人身影,少夫人却能独占大公子的宠爱。 比身份他们不敢比,可论新来后到,他们却是可以占了先的。 三人齐齐娇娇柔柔地屈膝行礼。 谢谢大公子,少夫人请安。 免礼,既然来了,那便伺候大公子用膳吧。 咬起舟喝了一口,嗯,凉得刚好入口了。 闻听此言,三人聚事一喜,绿柳最先反应过来,占据了最佳位置。 拿起筷子,望向桌上的各式早点。 在她看来,这里没一样是大公子喜欢的。 难道这都成亲两月了,少夫人还是不知道大公子的喜好吗? 如此一想,心里便有了些超然的感觉。 论对大公子的了解,他敢说,整个祈福都没人能跟他比。 加了个白面馒头放进碗里,绿柳柔声细语地道, 大公子可有其他想吃的,继续做客好。 这些我都挺喜欢,身体不是还没好吗? 云叔,给他一个屋子坐着。 云叔忍笑硬了,向小丫头使了个眼色。 小丫头去搬了个矮屋子,放到绿柳身边。 这时候,齐佑又道。 放远一切。 是,小丫头应得大声,放得也真够远,再远就出了这屋子的门了。 段氏和吴氏原本还恨绿柳的动作快,抢了先机。 这会儿,却是庆幸了,把碗里那个馒头夹到一边。 齐佑,重又拿了一个递到如初面前。 像平时那样,我喜欢。 话如初没一扬,就想刺上几句。 想了想此前的情况,又忍了下去。 不管那些人如何碍眼,这个男人从成亲至今,始终都算是对得起他的。 就是今天都给足了他面子,他又何必斤斤计较。 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他预料的要好多了不是? 再说,他也不想让人看了热闹去。 他好了,别人才能不好。 接过馒头撕开,加了些炒着肉的咸菜放在其中,又加了一点酱后递回给他。 齐佑也不急着接过去,就着他的手咬了一口。 话如初也不理他,直接放进他碗里。 擦了擦手,这才又开始吃自己的。 知道他摊凉,齐佑给他加了点凉菜,看到绿柳等人眼睛都瞪出来了。 大公子对他们什么时候这么体贴过? 喝了两碗粥,话如初放下碗,无视眼急手快地去拧了尸帕子过来,双手递给他。 话如初也不介意他的殷勤,接过来擦了擦嘴正要递回去,被其佑接了过去,抹了两下嘴边丢到一边道。 即使少夫人提许你们,免得你们再跟前立规矩,你们照做这事,都回吧。 三人皆是一副悬然欲气的表情,看着齐佑的眼神,缠绵得话如初都看不下去了,心下生出一种,你们要就给你们好了的冲动。 那种厌烦太过流于表面,其他人没发现,齐佑却是发现了。 从三人出现开始,他的视线就缠了一分在他身上,就担心他因为这三个人把他所有的努力都给抹去了。 现在看起来,虽然没有出现最坏的情况,却也好不了多少。 看他此时的样子,生怕他说出不可收拾的话来。 齐佑对山房妾氏力声道, 都听不懂话吗? 三人再不甘愿,听到这语气也只能行礼退去,只是那忧怨的眼神却是缠了齐佑好一会儿。 齐佑松了一口气,看向面无表情的如初,正想说点什么,他却突然恢复成原来的样子,笑语艳艳的道。 该去给祖父祖母请安了。 一口气哽在那里,上不得,下不得,默默地憋了一会儿后,齐佑点头。 一路上,两人罕见的没有说一句话,去到主院的时候,正是人多的时候,团团行了礼,陪着说了一阵话后,齐佑才说起要出去的事。 两老以为他们是要去查员,问都没问就点了头,其他人见状,自然也不会多事的说不讨喜的话。 在齐佑,虽然齐佑是晚辈,但是没人敢真正得罪他,谁不知道齐佑才是齐佑的指望。 话如初原本想带上齐针,左右一想便歇了心思,好一阵没出门,话如初偷偷掀了小窗帘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。 街道太宽,便没了那种喧闹的感觉,时不时有骑着骏马的士兵急驰而过。 除了自觉往里靠让路外,没有一个人侧目,显然这是太原常有的事,见惯了早就习以为常了。 齐佑发现了他的小动作,自是不愿意他被别人看了去。 可以想到他这些天因为那些闲言碎语没出门半步,便舍不得再管着他。 扯了下缰绳,马更靠近了轿子一些,既挡住了外头的视线,又纵着里面的人看外面的世界。 这是他宠他的方式,不管他知晓还是不知。 到了别院,马柏把小姐姑爷迎进礼间,奉了茶后便道, 秀娘昨天上午到的,有两个晕船晕吞厉害,我请了大夫给他们看过,大夫说休养几天就没事。 一共有二十四人,大多是邪家带口过来的,我做主,让他们都先行住进了这里。 对了,这是二小姐的信,一封拆了的是指明给我的,我拆了看了,一封是给您的,我没敢动。 接了信,话如出责备地看他一眼,我说过了,我们不是主仆,你不用这么小心翼翼,外面的事你做主就是。 要是这里住不下了,你再去选一个合适的地方买下来。 人家千里迢迢地来帮我,我也不能让他们过得不安稳,到时候做活的是……。 夫君,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? 他这一问,不只是马百吃惊,就是其佑都没想到。 他一直以为如初是不愿他沾手他的事的,就比如今天。 他都只说要出来一趟,却没有说是秀娘道了。 夫君。 你若信得过我,我自会给你安排好。 当然信得过,不然,又怎会找你帮忙呀? 话如出笑地像个小狐狸,他可不是一门心思闹独立的女强人,能借力的地方他非常愿意借力的,千万不要太高看他。 葛云军那里怎样,还是没有成功? 说起这事,马百苦笑。 那个固执的老头子,我拿他着实是没有什么办法,每次去问他,读书只差一点点了,可就这一点点,他硬是这么长时间也没整明白。 我这几天,又找出了一个将人,一开始两人天天针锋相对,最近倒是凑一起去了,经常争辩的脸红脖色粗的,转个身又没事人肃的说话去了。 你派人呀,把他们伺候好就行了,随他们吵去,说不定吵着吵着,还吵出点什么来了。 话如出道觉得,这样才像个真正的手艺人,坚持己见,固执。 不争出个一二三来不罢休,只是这么纯粹的人并不多见。 马百找来的两个都是这种性子,他倒是又多抱了一分希望。 若是紫砂壶真做出来了,再泡上那茶,想想就美。 等等,陶家已经怀疑他了,要是紫砂壶也是出自他的手笔,就是他不承认陶家都会认定他是老乡了。 这样不行,这不是自投罗网吗? 论是,陶家现在比他强太多,要是他没成亲嫁人倒还算了,他自有脱身的办法。 可现在,他哪能那么随心所欲? 要想享受到紫砂壶,又能让自己不露了马脚,他好像只有一条路可走。 一想到这条财路又要断了,话如出就玉翠。 他怎么觉着,现在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? 自己赔了时间,花了精力,费了脑子,结果能得好处的还是其右,或者说是其甲。 他能不欲催吗? 袖中的事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? 杨袖天下闻名,他最多就是帮着描几张好看的图。 只要他不画那些时代感太强的,陶家应该抓不到什么把柄才对。 怎么就偏偏在冀州碰头了呢? 要是还在扬州,或者换成任何一个地方,他哪用这么伤脑筋? 夫人 看他好半天不再说话,其右轻声唤了他一声。 话如出,眼神茫然地看着他,其右温软了语调。 在想什么? 啊,我想起来个事。 你把葛云军引进到太子门下吧。 陶侧妃现在必定是在盯着我的,他们不适合在跟着我。 就是紫砂壶,也不适合从我手里做出来。 你转告太子,若是能把紫砂壶做出来,不仅多一个生财的路子,就是自己拿来泡茶也是极好的。 其右挣了神色。 太子拿了茶叶这条财路,已经是心里有愧了,断断不会再取这样的贪心。 唉,若不是我想明白了,你当我愿意把这条财路让出来。 低头看着自己修得整齐圆润的指甲,面上尽是无奈,也是我自己太过疏忽了。 在茶叶这世上,我就不该戳这个头。 暗地里呀,把做茶叶的法子交给太子的人就是了。 现在好处没捞着,都是被人盯上。 陶侧妃找上门来,兴许只是一个试探,二皇子的试探。 有陶侧妃在前呀,他兴许是想找第二个陶侧妃吧。 你已成亲,他说还想那个位子,就断做不出夺神欺世的事。 不用躲我去成为他的人,让我为他所用就行了。 就算只是如此,我也不会好过呀。 陶侧妃不会容我分走二皇子的注意力,一个处理不好呀,我就是命都要丢了。 屋里顺时安静的呼吸声都听得清。 马摆拳头握得死紧,等着小姐继续往下说。 既然小姐能想到这些,就一定想好了退路。 其佑,不妨和你说实话。 对我来说,赚钱只是乐趣,也是我想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多攒上一些家当。 以后,哪怕是其家富贵迎门,他也有足够的本钱,不用去和别人争。 有了这个底气,在面对家族内的轻压时,他才能有个好的心态。 若是需要他去争去抢的都没有他拥有的多,他又何必去争去抢? 我的孩子,我不想他变成那般面目可憎。 其佑想说,你想得太远了,可他出生于大家,在太远,这个大小世家扎堆的地方,见过太多因着一点迎头小利,千人反目的事。 其家,若是一直如同现在一般示弱倒还罢了,可只要太子得登大宝,其府必定水涨船高。 到的那时,因着利益,各房的人哪还会如现在这般安分? 当时他虽然年少,却也记住了不少事,不甚愉快的事。 如初这么做,不是多心,都可以算得上是未雨绸缪了。 再者说,他自己也有分寸把握得非常好,他不愿意踏太过出挑,他自己也只想避君幕后,这样的话未尝不可。 你的绣装瞒不住人,杨绣名气太大,绣娘到来时又没有遮掩,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就成为你明面上的产业。 你来自杨州,有个这样的绣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你就是时不时去看看都在情体之中。 杨绣很受欢迎,你们只管赚银子就是,到时候可能宫中的贵人都会拙人来购买,到时候记得好好打理。 听他这么说,话如初哪还会不清楚他是认同他说了的。 有这么一个保护伞在前,他还有什么可据的? 我醒的,我是祈福的媳妇,祈福又是板上钉钉的太子仪系,到时候我寻了太子妃的路子,送一些杨绣给宫里的贵人,有他们护持,我这生意才好做。 两人,以及马柏就着袖装的事商量了半上,默契的没有再提此杀胡的事。 这事的后续会如何,三人心知肚明。 秦佑是万不想让如初沾上那些甩不掉的麻烦的。 二皇子能和太子拼个旗鼓相当,并不只是因为他是皇后之子。 本章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生活。